香港娱乐圈有很多至今仍被大众津津乐道的娱乐新闻 似乎每一个从香港影片《黄金时代》走过来的影星 都带着一些神秘的,令人忍不住去探究的过往 哪怕过去十年甚至二十年 只要故事足够缠绵匪测 那就一定仍被反复提及 而那些故事里的主角是香港影坛上不可磨灭的存在 也许许多人青春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比如谢霆锋 提到谢霆锋,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俊朗的外表 放荡不羁的性格 而还有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那段有关于三个人的故事 当谢霆锋和张博之宣布离婚 当谢霆锋重新牵起王妃的手 大家都以为故事有了结局 有的人兜兜转转依旧回到了故人身边 有的人坎坷半生,仍然是孤身一人 可是只要时间不停啊,故事又怎么会真正的结束呢 近日,无孔不入的香港媒体又为乏味的生活增添了一记猛料 港媒声称,目前谢霆锋和王妃已经和平分手 只是没有对外公布两人之间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 而是选择了平静的结束这段关系 根据港媒的报道 现阶段的谢霆锋和王妃都有各自想要去做的事情 谢霆锋在忙着拍电影 王妃则到处旅游 也许是因为现阶段彼此的追求不同 两个人选择了结束这段维持了十年的恋情 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港媒的报道一经传播 立刻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网友们的话题都围绕着这件事的真实性 有人认为可能是真的 有人认为港媒是无凭无据的胡说 总之关于谢霆锋和王妃的过往纠葛再一次被提起 据说谢霆锋的少年时代就有王妃的影子 那时候赏且青涩的他将自己最爱的歌手王妃的海报 贴满了整个房间 也在最喜欢的歌手那一栏 郑重地写下了王妃的名字 而那时候的王妃还和窦围在一起 他们一个是摇滚天才 一个是知名天后 可是才子佳人的婚姻 最后还是潦草收场 1999年 已经长大的谢霆锋 遇见了已经恢复单身的王妃 相识的时候 他把她当成偶像 相知之后 他把她当成爱人 在那个香港媒体 无风也起浪的时代 他们之间的种种都被猜测 被爆料 刚刚相爱的人被舆论裹夹着 可是啊 相爱的人怎会畏惧风雨呢 王妃也从来不是遮遮掩掩的人 既然相爱了 那就让大家都知道吧 于是 在2000年的某派对结束之后 面对着媒体的长枪短炮 王妃毅然决然地牵起了谢霆锋的手 谢霆锋的惊讶很快变成了惊喜 她的目光像是黏在了她的身上 一身白衣的王妃 牵着一身黑衣的谢霆锋 而谢霆锋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爱的人 她的目光炙热 让隔着屏幕的大家都能感受到 她的爱意在眼底汹涌 2000年到2002年 公开恋情的两个人陷入了热恋期 他们是娱乐圈中万众瞩目的明星 也是彼此眼中都独一无二的爱人 2002年1月 谢霆锋为慈善活动进行飞车表演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让大家意外的是 第一时间赶去探视谢霆锋的不是王妃 而是张伯芝 自此之后 曾经两个人的纠葛变成了三个人的纠缠 2002年3月 谢霆锋被拍摄到和张伯芝同游泰国 也是在这个月在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 谢霆锋暗示自己已经和王妃分手了 在4月份的时候 谢霆锋更是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和张伯芝恋爱了 并且强调张伯芝并不是自己和王妃之间的第三者 就在大家以为风飞恋即将成为过去 风之恋轰轰烈烈长长久久的时候 谢霆锋和张伯芝在7月宣布了分手的消息 也就是说这段恋情维系的时间还不到一年 9月有媒体爆料称 谢霆锋和王妃已经复合 并且一起买戒指 将结婚这件事情提上了日程 两个月之后 大家没有等到谢霆锋和王妃的婚讯 而是等到了两个人再次分手的消息 至此 三个人的纠葛告一段落 谢霆锋和王妃从此末路 两个人先后遇见了他们未来的婚姻伴侣 2004年 谢霆锋和张伯芝合作拍摄影片《无极》 传出了复合的消息 同一年的7月 王妃和李亚鹏之间的恋情曝光 2005年 王妃和李亚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曾经相恋了两年多 之后又纷纷和和一年的谢霆锋 没有娶到王妃 和王妃刚刚相恋一年多的李亚鹏 渠道了 次年王妃和李亚鹏的女儿李嫣出生 谢霆锋和张伯芝也官宣了结婚的消息 婚后张伯芝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 年轻时候的种种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 似乎已经尘埃落定 王妃有了李亚鹏的陪伴 两个人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谢霆锋陪在了张伯芝的身边 即使经历了照片门事件 他们依旧不离不弃 故事中的每个人好像都有了圆满的结局 又好像都有一些遗憾 2011年8月 谢霆锋和张伯芝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2013年9月 王妃和李亚鹏的婚姻也无疾而终 在彼此都经历了一段婚姻 拥有了孩子之后 王妃和谢霆锋兜兜转转 依旧选择了彼此 在王妃离婚的次年 她被媒体曝光和谢霆锋附和 从2014年到2023年 谢霆锋和王妃又一起走过了近十年的岁月 这十年间 关于他们感情如胶似漆的传闻很多 关于他们感情破裂 以及分手的新闻也很多 不再年轻的他们 似乎也不再想要轰轰烈烈 而是想要细水长流 他们的从前有过彼此的影子 也都陪伴在别人的身边过 最后还是走向了彼此 如今港媒言之着着地称 谢霆锋和王妃又分手了 似乎生命不止 折腾不止 纠缠了二十多年 两个人真的迎来了最后的大结局吗 这一段长达二十多年的纠葛 终于落幕了吗 接下来说 据港媒爆料 知名歌手王妃以及演员谢霆锋 正式结束长达十年的恋情 据港媒爆料 知名歌手王妃以及演员谢霆锋 正式结束了他们长达十年的恋情 这一对曾一度被誉为娱乐圈的金童玉女 他们的恋情始终备受关注 然而如今他们的选择了和平的方式各自独立 据了解他们都是从事演艺事业 两个人都备受瞩目 他们的每一个举动 言论都成为了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然而虽然身处漩涡之中 但他们对待感情的态度却始终让人钦佩 在分手后 两人都没有选择以不好的方式结束 而是选择了和平的分手 他们没有在公众面前争吵 也没有互相揭露对方的隐私 展现了成熟的情商 对分手的原因 据内部人士透露 可能是由于两人都过于忙碌 没有足够的时间维护他们的感情 以及长期的生活压力 使他们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男方谢霆锋 目前正全力以赴拍摄电影《工作繁忙》 而女方王妃则选择了放飞自我 四处旅游 或许这是她在选择分手后的 一种自我疗愈的方法 尽管如此 他们目前还没有对外公布分手的消息 也许这是他们保护彼此 也保护自己 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 去接受和调整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 恋情的结束 或许也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 未来的路已经没有了对方的陪伴 但是他们都将勇敢地向前行 谢霆锋将会将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他的电影事业中 而王妃则会以更开阔的心态 接受新的生活 这则独家爆料 也让众多的粉丝十分惋惜 但他们也表示会支持两个人的决定 只希望他们能够快乐 在这个看似平静 实则风雨飘摇的娱乐圈 两人的分手或许也是一种成全 让他们各自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生活 我们也期待他们的各自未来 都是能如他们所愿 过上各自想要的生活 对于这个消息 娱乐圈和广大网友都在密切关注 无论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如何 我们都应该尊重王妃和谢霆锋的选择 他们是一对曾经走过风雨的恋人 他们的感情值得我们尊重和体谅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